男人偷空家底娶了个媳妇 结果却死活不让碰 这一下阿伟急了 诞生了三十年 那种滋味懂得都懂 于是阿伟便好言相劝 让人把洞房门打开 可没想到新娘却直接吹了蜡烛关灯睡觉 字句实在过分 阿伟的好脾气好光了 杨言称不让劲就砸门 这句话还是有效果的 新娘白雪直接将桌子抵住了门 生怕对方用粗 阿伟看到对方比自己还倦 顿时没了辙 他无奈只能蹲在门口生闷气 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为了取白雪 他破费了两目的的收成做彩礼 并且还给对方买了一堆时髦衣服 明表戒指 在那个年代 这些算得上奢侈品 这还不算完 听到媒婆说 白雪想要继续上学 她直接拿出钱包掏出票子 要给人交学费 还给零花钱 如此大方的男人真的不得见 可没想到取来的老婆 却让她成了全村笑话的大圆种 阿伟越想越气 继续敲门 结果被老娘制止了 她说女人刚嫁过来都这样 是因为想家了 劝儿子耐心一点 阿伟只能缓和语气 继续跟白雪交涉 谁知半赏无果 对方扔出来一床被子 摆明了不开门 老娘看到儿子受此欺负 也十分心疼 睡在牛棚的阿伟辗转反侧 想到当初 她在庙会上第一次看到白雪 就被对方的惊世容颜震惊住了 还没等她眨眼 白雪的手帕就扔到了自己脸上 虽然是扔错了人 但她残留得阵阵余香 就让打了三十年光棍的阿伟 寄一辈子 媒婆看出了阿伟的心思 连忙帮忙说和 最近两年 阿伟搞养殖搞生产 存了不少钱 而白雪人漂亮 刚好是狼才女貌 尤其是阿伟听说对方生活贫苦 父母早早去世 白雪一直跟着叔叔生活后 阿伟更加有怜香惜玉的感觉 于是她便主动提亲 并成功了结婚证 结婚那天 阿伟更是办了当地最气派的婚礼 连撒的包裹里 都有一大半的钢包 可没想到自己辛苦了这么多 家底也彻底掏空了 对方却成了这个样子 原来阿伟不知道的是 当初提亲时 白雪就直接拒绝了 可她的叔叔不愿意 觉得阿伟人不错 又能赚钱养家 28岁的白雪嫁过去 不会吃亏 于是叔叔就自作主张 答应了这门亲事 还自己帮人打了结婚证 所以到了地方后 白雪就一脸不开心 更是直接将新郎 关在了门外 就在这时 村里人跑来闹洞房 结果就看到这幅场面 阿伟顾不得丢人 问其中一个接亲的小伙 说白雪来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小伙也是实诚 说人不愿来 是被众人绑来的 听到这话 阿伟也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于是再也没有去敲门 不过他相信 自己会感动对方的 隔天上午 村里的闲言碎语 已经传遍了 毕竟这种事 闻所未闻 阿伟有些脸上挂不住 倒是老娘还算有耐心 特意打了四个荷包蛋 让白雪吃点饭 但即便如此 对方还是不开门 无奈之下 婆婆只能跟白雪保证 不会让儿子 动她一根毫毛 说到这儿 婆婆似乎想到了 自己年轻时候 也是被包办 嫁给了个 好吃懒做的男人 她十分明白白雪的感受 而里屋的人也感同身受 跑出来跟婆婆说了话 不过 她开口一声大妈 着实让人无法接受 阿伟实在忍不住了 让白雪出去打听打听 自己根本不是坏人 也不会好吃懒做 可惜 即便阿伟这么卖力推销自己 白雪还是不为所动 她心里有着难言之隐 洞房花竹夜 新娘却不让人碰 还将新郎赶到了猪棚睡觉 这种事实在是闻所未闻 隔天好不容易开了门 新娘却还是冷着脸 阿伟憋不住了 你让大家伙举举手 投投票 你再上联合国去打听打听 那全世界的新媳妇 谁头一天晚上就把她男人关在门外头 她委屈得像个小媳妇 而新娘白雪 却依旧不为所动 此时 村里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 因为阿伟人不错 大家都为其打抱不平 媒婆听说了此事 也是颇为震惊 哪有结了婚不同房的道理 于是便出了馊主意 买包安眠药放到白雪的饭菜里 保证晚上睡得一塌糊涂 好兄弟一听 立马买了打算放人屋里 但被阿伟拦下来 她一生光明磊落 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 并且她还将此事告诉了白雪 让她放心吃饭 自己不是那种人 无了不让村里人笑话 阿伟直接一口吞了安眠药 直接躺在了新房床上 白雪本来还有些害怕 看到对方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便也放下心来 这一夜 她在地上坐立难安 同样睡不着的 还有阿伟的老母亲 她是最知道儿子辛苦的人 每天起早贪黑 摸爬滚打 几次干活晕倒在地里 好不容易赚了钱 该是享福的时候了 可却贪上了这闻所未闻的事 隔天 媒婆见两人还没动静 心里也急 于是找到了本地的仙姑 这赚钱的生意 对方立马接了 两人熊啾啾气昂昂的 来到了阿伟家里 势必要帮两人圆房 媒婆进了屋 就找到白雪使劲去 另一边的仙姑 则装模作样 开始了搞些仪式 折腾了一天后 仙姑吃饱喝足 说人已经好了 今天就能成事 婆婆高兴坏了 连忙去屋里 给媳妇端吃的 白雪不忍老人伤心 接了这碗饭 谁知这一举动 让阿伟以为自己有戏了 晚上的时候 就忐忑地进了房间 结果再次被白雪赶了出来 阿伟不肯走 白雪就想逃跑 媒婆这抱脾气忍不住了 你竟就不吃吃法酒 好玩 非杀上你的仙气不可 于是抡起胳膊 就开始了捉人 白雪哪里是大妈的对手 很快就被扭送进了屋 你给我出去 你 这男人真别去 媳妇进门三天了 还不让碰 邻居大妈都看不下去了 你竟就不吃吃法酒 好玩 非杀上你的仙气不可 两人拖拽着拉人进屋 随后就让阿伟霸王硬上工 对方不想落井下石 问新娘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到 对方一开口阿伟就愣住了 因为我心里有人 你再说一遍 我心里有人 有人 你心里有人 有人 男人再老实 听到这话也憋不住了 他找到了鞭子 势必要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开来 可当他看到白雪那一刻 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初恋小美 当年二人青梅竹马 青头一合 奈何阿伟没钱 对方父母不肯让女儿嫁过来 强迫对方嫁给个老头子 甚至对小美拳打脚踢 阿伟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最终小美妥协了 出嫁那天 阿伟追着队伍跑了很久 等到他好不容易追到时 发现小美去了火车隧道 原来嫁的丈夫是村里的二傻子 这比死了还难受 于是乎 他为了不过这种被束缚的生活 以这种最艰难的方式离开了世界 阿伟心都碎了 因为这事 他奋发努力赚钱养家 对的就是让下一个幸福不再溜走 可惜金钱在有情人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新娘白雪的心里 早就住下了其他人 那就是同学柱子 两人三观契合 学识也相近 在白雪失去父母后 一直都是柱子陪伴左右 因此白雪已经爱下心思 非他不嫁 可没想到 还没来得及跟叔叔说 对方就将结婚正扯了 让白雪嫁给了现在的阿伟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 于是找到了柱子的妹妹小花 让其去喊人来 时之柱子已经去了镇上实习 无奈之下 白雪就跟小花约定 等柱子三天 如果对方能来接自己 自己说什么要保持清白 就这样 两人才会僵持到了现在 就在这时 村里人扭送了两个人过来 打开头罩一看 白雪喜出望外 这正是他的心上人柱子 和妹妹小花 村里人一看 人都找上了家里 说着就要帮忙教训 但被阿伟拦下了 因为他认出了对面的柱子 自己当年落魄的时候 去别人家里偷种子 结果还没脱身 就被柱子抓住了 可他不仅没有曝光 听到阿伟有难处后 更是把最好的种子 送给了对方 这份恩情永世难忘 所以阿伟当即将人解开绳子 并答应送白雪回去 听到这话 老母亲崩溃了 为了这个媳妇 家底已经掏空了 况且 儿子已经打了三十多年光棍 再这样下去 家里得绝后啊 随后便崩溃倒地 白雪知道老太太人不错 便决定留下一天 不过什么都不干 阿伟也坦白 自己没碰过仁义指头 于是乎 白雪和小花便留下来 打算陪老婆婆一夜 聊聊天 说说话 老母亲终于缓了过来 而后 白雪就跟小花离开了 在初村的路上 周围人都在指指点点 但白雪始终没有回头 分别之际 阿伟忠心地表达祝福 一旁的小花听到后 觉得这个男人靠谱 于是又追上了对方 就这样 阿伟虽然失去了白雪 但也迎来了新的感情 大家觉得 白雪做得对吗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